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的新闻内容可说是热闹非凡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海峡的情况 最近中国的辽宁号航母编队正在经过台湾海峡 这让台湾的国防部长顾立雄非常关注 他表示如果中国真的对台湾进行封锁 那将是一种战争行为 并可能对全球经贸造成严重影响 顾立雄还提到台湾军方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应对措施 密切监控事态发展 接下来我们转向美国大选的话题 随着选举日益临近 中国的出口商们也开始调整策略 以应对可能出现的贸易政策变化 许多企业担心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 将会面临更高的关税 这让不少公司考虑提前将生产线移至其他国家 对于这些企业来说 未来的贸易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 大家都在密切关注即将到来的选举结果 最后我们来看看华为的动态 据报道 华为的一款AI四伏器晶片 升腾910B倍 发现使用了台积电生产的晶片 这可能违反了美国的出口管制 台积电已经主动向美国商务部报告此事 并强调不再向华为供应晶片 这一事件再次凸显了美中之间 在科技领域的紧张竞争 未来的发展 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辽宁号航母编队 航经台湾海峡北史 台防长称国际不会做事 中国封锁台湾 美国之音中文网 在中国上周大规模军演 以及辅在福建沿海 进行实弹演习后 台湾星期三 10月23日 表示 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 正使经敏感的台湾海峡 同时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警告 中国对台湾实施封锁 将是一种战争行为 将对全球经贸产生严重影响 辽宁号航母编队于星期二夜间 被发现在台湾控制的 普拉塔斯群岛 Protus Islands 台湾称东沙群岛 附近海域 经台湾海峡北史 该群岛位于台湾西南约400公里 台湾国防部星期三 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的英文声明表示 中国解放军海军舰艇 以辽宁号航空母舰为首 驶过东沙 普拉塔斯群岛 附近海域 并继续向北 驶向台湾海峡 声明说 台湾军方 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并做出相应回应 针对辽宁号航母编队的动态 中国国防部 没有立即回应 路透社置评的请求 辽宁号上周参加了 中国军事演习 联合力舰2024B 当时台湾国防部表示 辽宁号于演习期间 在台湾东南方进行活动 并从其甲板上 起降歼15战斗机 侵扰台湾东部空域 台湾国防部长 顾立雄星期三 在立法院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自中国辽宁号的参与 联合力舰2024B后 台湾国军对其动向运用 联合情间针手段密切掌握 目前该航空母舰编队 正通过台湾海峡中线 以西北始终 中国在联合力舰2024B演习中 派出创纪录数量的战斗机 军舰和海警船围绕台湾 包括模拟封锁主要港口和地区 以及攻击海上和地面目标 北京并称的此举事对 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强力震慑 这是中国两年多来的 第四轮大规模军演 引发对北京可能从演习转为实战的担忧 顾立雄星期三在立法院达巡时表示 中共联合力舰2024B军演 号称为台风控 但其实是操演性质 并没有划定详细经纬度 也没有公告禁飞区或禁航区 如果要真正实施封锁 依据联合国第3314号决议 封锁是被视为一种侵略行为 属于战争行为 实施封锁 要正式对外公告 通知所有国家 包括封锁范围等 顾立雄说 如果中共对台湾进行国际法上的封锁行为 即禁止所有国家的基建 进出台湾管辖港口 机场或海岸线 这种就是交战行动 很严重 因为对全世界造成影响 不管是印太或全球 都不可能坐视不管 他表示 台湾的国军 届时也会进入应急作战阶段 国军对于反封锁有具体规划 人员 部队 武器等相关配置部署等 都有因应计划 星期三早些时候 顾立雄并援引华府智库 近日公布的研究数据说 全球五分之一的货运量 经过台湾海峡 规模达到2.45万亿美元 其影响的严重程度 将超出对台湾本身 星期二 10月22日 中国刚在福建平潭牛山岛沿海 约150平方公里的区域 举行实弹演习 离台湾约105公里 台湾国防部表示 这是中国解放军例行年度演习的一部分 不排除是中国在台湾海峡水域 扩大威慑效应的做法之一 就在中国宣布实弹演习的前一天 一艘美国和一艘加拿大军舰 10月20日 联合穿越了180公里长的台湾海峡 这是华盛顿及其盟友的定期 通过该关键水道的行动之一 旨在巩固台湾海峡 作为国际水道的地位 北京谴责每家两国军舰通过台海 称该行动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本文参考了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道 美国大选临近 中国出口商寻求避险 美国之音中文网 随着美国大选临近 中国出口商正迅速调整策略 以应对可能的贸易政策变化 路透社采访了27家 对美出口占比至少15%的中国出口商 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 特朗普 Donald Trump再次当选 其中12家计划加快外移 4家企业表示 若关税上调将在海外设厂 其余企业上无明确计划 但普遍担心失去美国市场 如果特朗普胜选 美国知名玩具商Kidcraft的计划 在一年内将其在中国的供应链减半 自美中贸易战以来 Kidcraft已将20%的生产 从中国转移到越南 印度等地 如今 特朗普威胁将对中国实施60%的关税 让Kidcraft倍感压力 Kidcraft驻深圳的供应链 和运营副总裁麦克·萨根 麦克·塞根 认为高关税是粗暴的工具 且将颠覆以往规则 他预期民主党候选人 卡玛拉·哈里斯·卡玛拉·哈里斯 卡玛拉·哈里斯的政策 会相对温和 但仍可能在贸易问题上 继续对中国施压 萨根说 局势已经很明显 未来会变得困难 问题是会困难到什么程度 Kidcraft已将中国供应商 从年初的53家 减少至41家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引起中国工业界的广泛担忧 中国每年 向美国出口总值超过4000亿美元的商品 还提供大量零部件 生产商认为 对世界最大出口国的征收更高关税 将扰乱供应链 进一步压缩利润 打击就业和投资 并进一步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即使工厂搬迁 也会推高生产成本和消费者价格 家具制造商M.A.D.Furniture Design的马特 Ker Matko 表示 如果特朗普当选 他将在关税实施前 尽可能地出货 争取时间寻找新基地 一些人提前去其他国家 是个好决定 我想 他们现在比我更不担心大选结果 Ker说 重庆红院工具集团高管杨琼 音译 表示 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 他们将扩大越南工厂 如果哈里斯当选 他们将维持现有生产策略 中国的应对策略 中国商务部 为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经济学家预测 60%的关税 最快可能在2025年年终生效 这将使中国的经济增速 下降0.4至0.7个百分点 原因是投资转移 就业减少和生产萎缩 尽管北京可以通过刺激政策 出口管控和货币贬值 来缓解关税冲击 但这些措施 也伴随着资本外流 和债务增加等风险 如果中国政府通过补贴之类的措施 支持工厂 关税只会越来越高 自1970年代以来 一直在亚洲采购和制造产品的拉里 斯洛文 Larry Slovin说 如果企业没有多元化布局 就会陷入生存危机 凯头宏观 Capital Economics 的首席亚洲经济学家 马克 威廉姆斯 Mark Williams 指出特朗普若连任 将通过挑战支撑中国繁荣的全球经济秩序来 打击中国的短期增长 但这也可能导致美国与欧亚盟友的分裂 相对的 如果哈里斯能够稳住盟友阵营 中国在中期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经济制约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华为产品内含台积电晶片 违反美出口管制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据路透社等媒体消息 科技研究公司Tech Insights 在拆解华为的产品后 发现里面使用了由台积电生产的一款晶片 华为早在2019年 就被美国列入贸易管制名单 若台积电被证实出口晶片至华为 可能违反美国出口限制 消息人士指出 此次被发现使用台积电晶片的 是华为的AI伺服器晶片 升腾910B Ascend 910B 升腾910B被视为华为推出的 AI晶片中最先进的产品 华为曾宣称 该款晶片性能上已超越英伟达 NVIDIA 又称辉达的100晶片 消息人士称 Tech Insights在发布报告前 已先向台积电告知情况 而台积电在几周前 也已向美国商务部通报此事 Tech Insights的报告 目前尚未公布 并拒绝对此时发表评论 华为公司也尚未回应 台积电在21日发布声明 正是已主动与美国商务部联系 并强调该公司一向致力于 遵循所有可适用的法令与法规 自2020年9月中旬以来 已不再向华为供应晶片 台积电也指出 目前并未获悉 公司成为任何调查对象 美国商务部透过声明表示 了解关于可能违反 美国出口管制行为的通报 但无法回应是否正在进行任何调查 不过 网路媒体The Information 引述两名知情人士说法 称美国商务部正在对台积电 是否违反规定出口晶片 给华为展开调查 另一位知情人士 则向金融时报表示 美国商务部与台积电 就可能有人企图 规避美国出口管制的问题 进行了对话 但没有迹象表明 台积电存在恶意违规行为 这起事件表明 对于生产高需求产品的公司和监管机构来说 执行出口管制仍有困难 同时也显示出 华为对高端晶片的持续需求 过去几年以来 美国透过一系列不断扩大的出口管制措施 欲阻止中国企业取得高阶半导体技术 将美国先进科技 用于解放军的军事发展 这反映出美中两大强权 在科技方面的竞争加剧 2020年起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 限制对中国出口高端 AI晶片 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是禁止晶片制造商 把使用美国技术 或设备生产的晶片 提供给华为 华为近期与中国的中芯国际 合作生产晶片 中国科技业 近年来持续挤起直追 显示北京 希望在美国的重重阻碍下突围 在中国境内 开发可替代西方制造的产品 去年 华为在美国的制裁和出口管制下 推出了一款 配备相当于7奈米制成晶片的 Mate60系列手机 引起美方关注 路透社 金融时报 南华早报等 Copyright 2024年 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 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 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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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